回过春节廉价的这一大段 我们没有参与到的行情 不光是美国股市金金账 国际原物料的价格也在上上飙高 包含金价 默默的就占上了每盎司1900美元 还有铜价 国际铜价也是飙上历史高峰 当然因为这是国外有一些动乱 所以我们对于原物料的这一波 到底是短线题材看看就好呢 还是它真的还有续涨的背景在 其实还有续涨的一个空间存在 为什么 其实原物料价格会大涨 始作俑者是联准会 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 联准会它实施了量化宽松的政策 量化宽松它就会刺激物价的上涨 因为货币供给会增加 那当货币供给增加的时候 那所有的一个产品的价格 它都会上涨 那上涨了之后接下来 它现在发现一发不可收拾了 于是它想要开始紧缩 它要开始升息 想把资金收回来 但是物价是一涨难跌 就好像说我们看到所有的产品 通通都是涨价之后 除了37产品以外 所有的产品只要跟民生有关的 大概都是只会涨不会底 那我们可以发现说 当这些原物料价格上涨了之后 这个涨上去之后 再来遇到什么 遇到了疫情 疫情又导致供应链产生了一个混乱的情况 那后续来讲 在最近陆陆续续全世界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脱口罩 因为中国它的防疫已经开始松绑了 那如果说中国的防疫松绑 其实观光对很多国家来讲 不管是日本韩国或者是泰国 甚至包括中国 它都是很大的一个外汇的收入的来源 所以很多的国家 它接下来都会把它们的一个 防疫的一个措施松绑 那把这个疫情的警戒调降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会导致说全世界的旅游经济会兴起 不管是旅游还是商务性质的 那总而言之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上车上火车或者上飞机 那这些交通工具 都会大量的去使用到燃料 那这些燃料就是需要 这些原油去做一个提炼 所以这导致说能源的价格 在最近它是会涨的 过去的一个月 其实油价是有在动的 那油价在动 它就会推升 原物料的价格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原物料 在提炼的过程 不管是铁还是硕化 甚至化工 它们都会用到大量的电 这就是能源 所以这是一个息息相关的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说 最近的钢铁股 走势非常的凌厉 当然有些化工股也跟上来 那硕化股虽然脚步慢一点 但是也算是相当的一个强势 所以这就是现阶段 整个原物料 它持续上涨的一个架构 所以不论年准会 后续它所做的一个动作是什么 整个原物料的价格 其实在去年的下半年 它们是有出现过一波的修正的 都有修正过 所以修正过了之后 接下来又面对了需求的往上拉伸 所谓的需求就是来自于说 整个旅游的 或者是在商务性质的 总而言之 大家出门的意愿都升高了 那当这个需求的一个拉伸之后 导致能源的一个价格往上之后 那他们厂商 他们这个制造的成本就会提高 所以原料的报价就会涨 那或许有些人会觉得说 那铜价涨了 为什么做线缆的也会涨 那是因为 基本上来讲 它就有一个涨的理由 如果我的原料涨了 那我的产品是不是就可以去反映 这个这件事情 所以说过去一段时间不是只有钢铁股在涨 也不是只有跟铜相关的在涨 甚至于连电线电缆他们也都在涨 因为这就是一个整个相关的过程 那么现在来看最主要的三大原料的族群 就是钢铁硕化还有化工 那最强势的是钢铁 那我们举三栏股票来做例子 第一档很强的就是星光钢 我们观察过去一段时间星光钢的技术面 你简直看不出来 在过去的这两个月当中 它有任何的走空的迹象 它都是维持一个向上的轨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格局 但是如果透过基本面的数据去分析的话 会发现它的本益比其实相当高 所以我们观察的是什么 衡量的是现在当下整个钢价 它是往上还是往下 这才是它现在股价变动的基准 所以目前钢铁的价格确实是在潮上发展 那另外它在手的库存四到六个月 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 或许是它的负担 可是当钢价在涨了 这就成为了一个甜蜜的负担 为什么 因为当钢价涨了 这就是一个低档的库存 低价的库存 那除了星光钢之外 我们再来观察华欣 华欣是非常热门的一档股票 那最主要是受惠于不锈钢的一个大涨 那华欣的股价最近也是 横向盘整之后创新高 而且这个新高不是一年两年的新高 是过去十几年以来的新高 所以这代表整个产业的趋势 它产生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 那么华欣在到去年的第四季 是连续三个月调高 它的不锈钢的盘价 现在已经是连续五个月 就是到今年的二月 它都是调高它的一个产品的售价 所以它去年前三季已经赚了5.37元 全年能够赚6块钱 以目前的股价来观察的话 它的股价现阶段 还在五六十块钱这个位阶 其实本益比也不高 那甚至于大家也可以期待 今年或许会有高配息的表现 为什么 因为如果产品的价格持续在涨 这意味着它去年高获利 今年它也能够高获利 所以它就有本事高配息 再看一档股票是一桶 第一桶最近的话题性比较多 因为就像刚刚这个燕琳所谈到的 有一些国际的动乱 尤其在秘鲁 那秘鲁是全世界第二大的产同国 所以当这个国家出现政治动荡的时候 它的一个产销 同况的产销就会受到影响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智利 因为智利它宣布 智利最大的国营的同业公司 它宣布要涨价三成 为什么 因为水资源不足 因为人力成本提高 所以它要涨价 所以就推升了最近同况的一个价格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一桶的走势 在前几天的一根涨停满 那个是有所涨停满的 隔日冲的券商下去买进 但是水能载舟也能复舟 虽然短线留着上海线做拉回 可是这也意味着 这个题材会去吸引市场的买盘 所以铜价还是在往上推升 所以整体的原物料族群 目前看起来最强势的钢铁股 应该会带头往上冲 所以因为这是因为外国动乱 而带起来的 所以如果相比你刚刚提到的 星光钢或华星 第一桶会不会变得 只是比较短线性的操作 其实动乱是在秘乳 但是其实智利它涨价 不是因为动乱 是因为它的成本提高 水资源不足 所以它必须要能够去调高 它的产量会因为这个因素而减少 所以它就会去调高 它的一个产品的售价 所以整个铜价的一个上涨 它还是会是一个长期性的 因此原物料它通常都绑在一起 不会说只有这个钢铁在涨 然后铜价在跌 通常都是一起涨 这个推升的因素 如果我们要追根究底的话 就是从2020年开始量化宽松之后 现在来看它已经成为一个趋势 去年普遍要做修正 所以去年做修正的时候 股价也做修正 现在来看 当他们的一个产品的价格 刚刚提的价格开始往上反弹之后 其实对股价也会有很大正面的刺激 因为这是一个联动的 而且很多人看股价 现在要不要下去买 决定的因素就是现在产品的报价 所以只要产品的报价在涨 先不管公司的获利 其实很多的股票它都是先涨了再说 所以就算华欣现在处在很高档 只要它的报价没有转下来 它就是能够有继续涨 就有机会再创新 还是有切入的空间 好 二月份还有哪些的选股焦点跟题材呢 收拾一下 接续回来